构建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,利用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中国的影响力。 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路权战略来对冲美国的海权,也就是向西开放推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。 这个办法虽然好,但是费时费力费钱,对国家的基建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。 所以,即使美国想要打压中国,也没有建立起路权战略,这给了我们机会。 地缘政治的主要目标之一,就是控制经济和能源资源的重要通道。 那么,如何控制这些重要通道呢? 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改善对交通工具的运用。 东南亚作为我们的邻居,最大的优势就是国内的铁路可以直接连通,这是天然的一带一路样板间。 为什么要建设样板间?这将是中国的一张活名片。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,东南亚经济实现腾飞,才能够证明一带一路的可行性,才能让我们看到路权对抗海权的希望。 所以说,样板间至关重要。 二战后的西欧,日韩都受惠于美国,这就是美国打造的样板间。 美国获利的同时,更多的是获得了政治资本。 美国的样板间很成功,现在舆论上很多人都认为美国无比强大,它可以扶持任何一个他想扶持的国家经济,且一定会成功。 之所以没有选择扶持你国的经济,那是因为你的态度不够虔诚,你没有让美国爸爸放心,你贵的姿势不符合美国标准等等。 信这个的人在全球范围内茫茫多,甚至连中国境内都有不少人信,追根溯源就是因为当年美国打造的经济样板间。 任何想和美国分庭抗礼的国家,也必须打造出自己的经济样板间,否则不可能获得美国那样的影响力。 一带一路,就是我们打造中国版经济样板间的计划,而其中的核心则是泛亚高铁经济圈。 修高铁一定可以大幅提振泛亚地区的经济,而中国也能从中获利颇丰。 这一点,在我们国内给自己落后地区修高铁的时候,已经得到了证明,这是真正的泛亚共荣,共同和平发财那种。 但东南亚的那几个国家,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乐意让中国来修高铁,或者说想利用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策略来谈条件,想让中国多出钱,或者少占权益。 中老泰铁路为泛亚铁路网的一部分,从中国修到老窝,再从老窝修到泰国。 但泰国对推进这个计划心存疑虑,不愿让中国负责修建泰国境内的部分。 泰国赞同中国一带一路泛亚铁路网的计划,但在2015年中老铁路开始建设之后,泰国宣布由自己负责修建泰国境内部分的所有铁路。 这样一来,自己就可以占铁路的全部权益,也就避免了中国影响力渗入泰国的担忧。 而越南那边虽然也赞同中国泛亚铁路网计划,但阻挠力度比泰国更大。 越南没打算自己修铁路,但决定把国内的铁路一分两半,一半给中国修,一半给日本修,利用美日的力量来抵消中国,或者说和中国谈条件。 东南亚地区对修铁路最积极的就是老窝,因为老窝是一个纯内陆国家,不像泰国和越南有出海口,经济极度困难。 修建铁路,介入中国经济圈是老窝梦寐以求的事情,因此老窝积极配合,全力支持中国的泛亚铁路网计划。 在中国历年的外交过程中,凡是对方国家想拉上一个其他强国来当筹码和中国谈条件的, 中国要么是选择和其邻国喝过,要么就是拖自觉处理。 而那些真诚和中国直接谈判的国家,反而能获得超出正常实力对比的收益, 拿到在欧美那边拿不到的利益,以及绝对平等的地位对待。 因此,中老铁路被定为样板间中的样板间,得到了中国的权力支持。 中老铁路共投资59亿美元,中国出资7成,老窝出资3成,双方按73开分配权益。 泰国都要自己独自建铁路,越南还要引入每日的力量建铁路, 为什么全力配合中国的老窝只出3成钱? 因为这已经是老窝砸锅卖铁能拿出的极限了, 在谈判桌上老窝那是穷得理直气壮,穷得惊天动地。 老窝全国人口才700万,GDP在中国地级市里都是最低档的水平。 这条中老铁路的投资额虽然才59亿美元, 但老窝全国2015年的GDP才144亿美元, 这条铁路的投资额高达老窝全国GDP的40%那么恐怖。 换成中国的体量,按这个比例去投资, 那就全国上下决定拿出48万亿去修一条路。 所以这钱老窝肯定是出不起的,哪怕出三成, 那也相当于我们中国拿出15万亿来修一条路了, 一样是砸锅卖铁的级别, 那不叫抠搜,叫确实没钱。 但出钱少没关系,全意愿意让得多就行, 反正自己家门口,我们不怕别人毁约。 2021年12月,老窝铁路通车, 在此之前全国只有3.5公里铁路的老窝跳跃式发展, 直接用上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高铁。 老窝国会副主席宋马奔社接受采访时一度哽咽, 说老窝是一个没有海岸线的内陆国, 老窝人民想拥有一条铁路很久了, 我们非常有幸与中国做邻居。 这条高铁给老窝带来的好处是爆炸性的。 中老铁路的转运站, 其设计转场容量是75万吨, 双方都认为这个设计量足够中老双方的跨境贸易往来了, 但第五个月跨境货运量就破百万吨了, 转运站不堪重负, 不得不紧急进行二期扩容, 想尽办法挖掘潜能。 2023年全年, 中老铁路的跨境贸易往来达到了421.77万吨, 远远超过了预期, 为中老双方都实现了巨大的经济效益。 而在客运方面, 实际客运量更是远远超过了最初的预期, 一开始设计的客运车不够了, 连续找昆明局借了两次车, 才算满足了客运需求。 众所周知, 高铁的存在对一个地区是存在红吸效应的, 当年中国自己国内建高铁的时候, 各地方为把高铁站设在自己这里, 简直要抢破头。 否则, 有了高铁站的隔壁县市, 就会成为这片地区的经济中心, 自己就会成为那个被红吸的对象, 一步慢, 步步慢。 东南亚这边也是一样, 老挝高铁站的存在, 形成了对周边地区的经济红吸。 虽然有国境线的阻碍, 其红吸力度没有我们国内高铁站的红吸力度强, 但老挝高铁对周边国家的经济红吸效应是切实存在的。 中老泰铁路是一同规划, 一起修建的。 2020年中老铁路建成后, 泰国独自建设的泰国段铁路怎么样了? 说来你可能不信, 整整五年过去了, 泰国那边别说开工, 连准备工作都还没做完, 一方混凝土都没施工, 整个泰国段铁路依然停留在图纸上。 这就是泰国速度, 别问我为啥, 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五年在干嘛。 2020年, 中老铁路整体雏形已现, 大量隧道和桥梁都已经落成, 距离通车只日可待, 泰国破防了。 对中老铁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, 声称中老铁路使用了过时落后的技术, 彻底激怒了老挝, 双方出动了国家级的力量, 互相打了好久的口水仗。 泰国没办法, 不说老挝用的铁路技术落后自己, 根本没办法对国民交代, 但老挝也不可能任由泰国抹黑自己, 所以双方的这场口水仗是必打的。 打完口水仗后, 泰国认清了现实, 靠自己国内来独自修铁路是行不通了, 按这速度再过20年恐怕都修不好。 2020年10月, 中泰两国重新签订相关协议, 把自己搞不定的部分全部交给了中方负责, 自己只负责修搞得定的部分。 一期工程全长251公里, 总预算1794亿泰铢采用中国的技术标准。 因为中方的介入, 这条高铁终于有了明确的通车日期, 预期将于2026年建成通车。 2023年6月8日, 泰国总理办公室发言人阿努查称, 泰国总理巴玉高度重视泰中铁路合作项目进展, 希望加快泰中铁路合作项目的进展, 各部门全力配合, 确保铁路可以在2026年完工。 至此,泰国全面纳入了中国经济圈, 第一个主动靠拢中国的老挝吃上了大肉, 第二个靠拢中国的泰国也算喝上了汤。 那个打算引入每日力量制衡中国的越南, 被我们晾在一边已经五六年了, 这五六年里, 日本人给越南修建的铁路数量为零, 寸土未动。 看到中老铁路竣工, 看到泰国和中国重迁协议后, 国内高铁迅猛动工, 越南也急了。 2023年5月, 越南交通部部长范明正造访中国, 决定和中国合作, 日本方案提都不提了。 越南方面提出的新方案是投资99亿美元建造胡志明市秦居铁路, 越南CD集团计划与中国路桥集团和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合作, 成立一家合资企业, 以获得全球领先金融机构对该项目的融资支持。 在99.8亿美元的预期总投资中, 该财团以85%的比例出资, 而国家投资约为15%, 整条线路采用中国标准。 以上为新闻原文, 啥意思我也不清楚, 新闻说得模模糊糊的, 也没有细节的爆料。 但直到今天, 我们也没和越南签协议去施工, 这个是可以在网上明确查到的。 估计里面的权益部分比例我们还在谈, 什么时候谈好了, 什么时候才会去建铁路。 反正中老泰铁路贯通后, 我们在东南亚的铁路已经延伸到了泰国的出海口, 整个计划的雏形已经完成了。 在越南那边, 再多一个出海口的作用已经没那么大了, 可以慢慢来, 不着急。 当然, 为了表示我们中国方面的诚意, 在越南交通部长访华不到一周后, 中方宣布延伸新铁路线至中越边境。 这是我们中国的诚意, 铁路先修到中越边境, 表达我们一定会帮越南修铁路的意愿。 至于越南的那部分, 什么时候修, 就看越南方面什么时候拿出足够的诚意了。 权益部分是不能少的, 我们中国的泛亚铁路计划是互利双赢, 不是单方面做慈善。 越南方面怎么想这个无所谓, 因为只要中老铁路开通运营, 那随着时间的流逝给越南构成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。 刚才说了, 老挝才几百万人口啊, 人均GDP才2000美元, 你要知道中国天天喊自己人均穷, 人均GDP都1.2万美元了。 老挝就算比人均GDP才只相当于中国的六分之一, 隔中国内地那就是一个典型的贫困地区, 而且是特困地区。 以我们中国之力, 把一个贫困地级市打造成样板间, 这还不简单。 甚至都谈不上扶持这两个字, 一个直播间的销量就能够覆盖老挝的商品。 仅仅是正常的自由贸易, 就可以将老挝的GDP提高几个台阶。 中老铁路开通后, 我国就等于报了一个小金库, 最关键的是人民币大红钞在老挝属于硬通货, 当地人就认这个美国的绿钞来了也不管用。 对于老挝来讲, 这就等于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, 一下子打开了新世界大门。 昨天还在使用BB机呼号, 今天就用上5G通讯华为Mate60了, 那感觉真的很上头。 中老铁路修建后取得的巨大经济效益, 给我国的基建在东南亚狠狠地打了一波广告, 赚了一波热度。 上个月,越南与我国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, 从原来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, 上升到了命运共同体, 为什么越南这段时间这么积极呢? 还是与铁路有关, 越南现在需要两条路, 一条和老挝一样贯穿南北的铁路, 另一条是连通越南与广西的货运铁路, 这完全就是中老铁路的翻版。 目前在东南亚, 中国已经和一系列国家建立了铁路建设的协议, 还提出了泛亚铁路的计划。 泛亚铁路对于我国整合东南亚, 将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。